KNOCK KNOCK 吳云杰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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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和我們尖叫聲 我們請Dancer還有鬼鬼來拍一張合照好不好 我們請台上每一位一起先視線一致的看看 中間的照相機 Ending Pose 看看我們中間的相機 再看看你的左手邊 再看看你的右手邊 再看看你的正中間 然後久一點喔 還有誰沒有拍 待會有獨照的時間 Dancer要蹲下 好 那我們可以靠近鬼鬼一點 靠近鬼一點 大家的入鏡 鬼鬼請看中間的相機 第一排 藍色夾克 再看看您的左手邊 也請你可以揮個手讓鬼鬼可以望向你的方向喔 你的右手邊 我們準備請大家到台下喝口水 我們準備請大家到台下喝口水 然後我們將有獨牌的時間 謝謝Dancer 謝謝鬼鬼 這邊請 小心腳步 那也歡迎你可以看看中間的相機 看看你的左手邊的相機 看看你的左手邊的相機 那鬼鬼別忘了跟後面所有大機器來揮手一下喔 透過每一位的鏡頭 透過每一位的鏡頭 今天的大消息 新一個登場的好消息 全亞洲都會聽得到 看得到 還有誰沒有拍到的呢 歡迎舉手一下喔 我們左邊再一次喔 OK 謝 謝 全亞洲的媒體 Georg emplemans wär你 etc加坡 調整Gre grelo Advisory 還有誰沒有拍到的呢 麥克風來囉 待會我們盡量再爭取更多的拍照時間 謝謝全亞洲的美女朋友們 謝謝 正式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哥哥溫姐 然後推出了我的新的單曲 心情如何呢 身為一個小當家 或是小老闆 這一切很值得 然後也很多回憶 這個回憶是什麼呢 這個回憶是從沒有 然後到有 然後每個步驟我都是參與在其中的人 這跟去年發片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以前有人幫你做決定 對 但這次做決定的人是我本人 所以在製作過程中 我是吳家小當家 所以小當家每一次碰到一個決定的時候 你就會決定 走左邊 我會先自己有一個心理的設想 然後想完之後 我再會問我的經紀人 跟我身邊的人 那你們覺得左邊這個方向好呢 還是右邊這個方向好呢 最後是你決定的 一起吧 但是我決定權比較大 那就是小當家來決定的 是的 所以一開始呢 我看報紙花了八百萬 有些事可能是假的啊 但是其實真的不止 真的喔 一路到啊 丹尼斯經紀公司開發票 一看無應節工作室 讓我給你握個手 你實在太偉大 太有勇氣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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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只是我想要為我自己做一點 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剛剛說八百現在繼續在身上去中嗎 今天這次也會辦下去可能不止 對啊 在東方很好 對 然後就是覺得這對我來講很重要 然後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在 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勞作業 美勞作業 那我來說是個美勞作業 它有服裝 然後還有MV 有平面 這個過程就是一步一步 就是完成它 那先從舞蹈開始說 對 這個舞蹈很難耶 很複雜 對 但是舞蹈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比之前的Sugar Ruff在有力 然後動作稍微比較多一點 感覺上更性感啦 對 但是我的性感是 就是比較有Power的性感 Girl Power的性感 對 那這支舞蹈是誰幫你編的 這支是Nike老師跟Yoyo老師 練了多久 都是從小 從小看我長大的老師 應該有跟我練了 我跟他們跟了有十年吧 那這首歌本人 這首歌本人 你練了多久呢 才能到表演 兩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 兩個月練一首 因為它這個前期也週期很長 比如說前面有上課的時間 然後後面呢 有錄音的時間 再來就是有練舞的時間 然後再來呢 還有拍照的時間 再來就是還有拍MV的時間 就是這樣一個一個完成它的 恭喜妳 非常精采 很不一樣的舞音節 是的 這首歌也不一樣 Dennis看一下歌詞 裡面似乎有點寓意 對 它就是叫做NakNakNa 敲敲敲 敲敲 其實這個敲對我來說 不是就是叫歌名 就叫敲敲敲而已 它是對我來講 是在講一個戀愛的三個選項 第一敲 戀愛第一敲 戀愛的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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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貌呢 就是現場的人應該都談過戀愛吧 他們安靜是不是沒有談過戀愛 戀愛去跟別人曖昧 就是雖然你們沒有結婚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戀愛的禮貌 跟一個規矩 就是第一敲 第一敲 第一敲是我喜歡你 但是你也是單身的狀態 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交朋友 才可以忠誠的機會 那如果你已經有別人 那這個禮貌就是沒有禮貌 對 然後第二敲就是Nak 第二敲就是戀愛的空間 戀愛的不要太黏 對 像比如說我知道是 比如說有很多的 我知道的像我的朋友們 就是有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 對 我覺得恐怖情人就是要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要給對方空間之外 你還要做自己 千萬不要忘記做自己 就是你不要為了對方 比如說你原本就是 怎麼樣怎麼樣 你不要把自己改變成 真的另外一個人 那所以要常常報備嗎 也不是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互相的 可以看手機嗎 也不是 這是互相的一個信任 跟互相的溝通 所以才有自由的空間 對 然後第三個是戀愛的自由 就是不分男女 然後種族 都是 只要是有愛 就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只要是真愛 這個真愛相信全世界 重量都是一樣的 對 因為我覺得愛就是不分什麼 任何 我也可以愛動物 然後我覺得男男女女 都有愛是很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第一敲是禮貌 戀愛的禮貌 第二敲是 戀愛的自由 第三敲是 戀愛的空間 空間自由跟禮貌 這個是我想要帶給大家一個戀愛的一個關係 跟大家的理解 所以有空好好看一下歌子 的確是 因為我想要好好的 就是說說我這次做這個單曲的好好的想法 所以可能就是要正經的說出來 就是我要表達說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首歌是你這麼多歌中最深的一首嗎 我應該就是一個完成他的人 我應該就是他媽吧 所以這次的孩子很厲害 你看一開始有複雜的舞蹈 很深的寓意之外 其實一切的一切要從我們的形象開始 這個形象照 What's going on 看不懂這隻腳 對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沒有讓大家看懂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天馬行動古靈驚怪的人 那其實一開始我們這個是有一個手的 那一個手就是 手的一開始的想法就是越敲 越一直敲不到這個人 就比如說我要追這個人 我一直追不到 然後一直敲不到 但是因為後來我們手跟腳都是了 所以硬要說的話 我就是想要用腳去敲門 用腳去鬧 我想要嘗試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我覺得用手敲可能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但如果我要用腳敲代表這個對象很難 征服 喔 所以你是個古靈驚怪才能去把你的idea擺進去 對就是我們跟我們平面的攝影師 我們一起 這是其實他的idea 對他是先提供了手 不過絕對很合你 絕對是很合你 對因為我們當初在選崩面之後非常的頭痛 我們有兩張再選 但我們後來大家都選擇這一張 因為覺得這張充滿了不一樣 然後大家覺得 怎麼會腳這麼長 下次再用腳把門踹開 對就是如果你耳機有另外一棒 我就用腳幫你踹開 幫你踢一個 那這次的設計很鮮豔 對 有人說是泰國設計師完成的 為什麼是泰國人做的 不是不是 造型是在泰國安裝的 身上看到的衣服都是在泰國買的 為什麼是泰國 這是我的造型師給的一個建議 但是我也發現在泰國呢 就是有很多設計師的品牌 而且他們的衣服是非常的 讓人會記住 而且它的設計感非常的巧 就我一開始也抱持著想說 泰國會不會給我穿一些有金色的東西 或是亮亮的 那其實我去的時候我發現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對 然後它的衣服是非常有設計感 然後剪裁也非常的特別 所以這是第一套後面有更多套的衣服 對我總共這次有快八套衣服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第一套 對 這套是主要主要主要的主要的 主打服 對 那 這個衣服是有意義的 喔是嗎可以說一下 因為這個是橘色 然後我的英文名字叫G.A.馬 喔喔 G.A.馬 G.A.馬 對那那個為什麼會有馬呢 因為我的MV裡面有一隻馬 喔 G.A.馬 然後橘色的意思 對是G.A.馬 這整支MV我們待會 會看到會有一個一分鐘的一個搶先看 有很橘囉對不對 對很橘很橘 那有問題 可能麻粉人會來到現在 你這個單曲已經做了八百萬 你做專輯會不會做八千萬 不會啦不會 沒那麼多錢 我可能要賣房子了 那你的專輯什麼時候可以大家見面呢 你今年有什麼計畫呢 今年計畫就是把這首單曲完成 然後再來明年的計畫就是想要開始拍戲了 然後在這邊今天要辦這集的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 應該短時間不會再唱歌 等一下等一下 你還沒有發專輯說我要暫時瘋麥 也不是瘋麥 也不是瘋麥 就是 暫時 因為我已經因為要唱歌跳舞 然後我已經把我原本最重要的演戲 拋棄了兩年 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對所以我必須勢必要還給演戲的那個我 因為我的細胞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那這樣子好了 你在演戲這兩年 好好想一想其他九首歌怎麼完成 從出江湖之後 你再拿蠢蠢欲動了 這件事情我是真的沒有想 但是真的會先暫停唱歌這件事情 因為我做這件事情其實花了很大的精神 精神和情家蕩蠢 我不知道這一年就是 來來去去的人太多 然後事情也很多 然後我覺得我膽子也非常的大 做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瘋 其實我那天到發稿那天我才發現 天啊我花了一個八百萬做了一首歌 這八百萬我可以去買房子的頭期款 就是 很多人的夢想都可以成真的 你先完成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我很衝 但是我覺得如果不衝的話 我要什麼時候衝 這是一個一輩子的一個 各位朋友們 暫別兩年多賺一些錢 這個八千萬來發下一頭專輯 專輯就先暫時先緩緩吧 我覺得要先演戲 好不然我這首歌已經很成功 很多人都會唱 而且非常的洗腦 你有很多好朋友們 聽完之後呢 他們都會唱 想看想看 當然今天他們可能不能來 不過錄了一支很厲害的影片